疫情持续严峻 医院端防疫物资使用量大 其实日前国民党捐赠快筛季 防护衣及N95口罩之后 今天台北市医会 都为国民党议员制掏腰包 购买2000件防护衣 捐给台北市第一线医护及警消人员 副市长蔡炳坤代表接受 市议员更呼吁各界响应物资捐赠 现阶段疫情非常的严峻 那我们所有的防疫物资 都要能够支援前线来进行打仗 有王洪威 吴志刚 徐洪廷 陈炳府及却没差5位议员 治他腰包购买2000件的防护衣 小英中广董事长赵烧刚 发起的捐赠运动 在疫情严峻的双北市 单日N95口罩用量近4000个 防护衣用量更将近8000件 疫情三级警戒用量不容小觑 我想前线在作战的将士 我们不能让他孤单 前线在作战的将士 我们不能让他物资缺乏 大家都觉得医院可能是最大的量 但是其实刚刚蔡副长提到的时候 其实消防局的运送这些确诊者 反而才是最大的需要一个需求量 疫情面临降级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疫苗尚未全面开打之际 医护警消的工作能量炒载 需要大量防疫物资支持 才能在他们辛苦为疫情 守护民众健康同时 保护好自身安全健康 也是同岛一命的实践态度 品一部 品警消 请大家永远捐赠